宗徒大事录 第十三章 在安提约基亚教会中 有一些先知和教师 其中有巴尔纳伯和号称尼格尔的西满 有基勒乃人路基约 和与分封侯黑洛德同主的马纳衡 还有扫路 他们敬礼主和敬食的时候 圣神向他们说 你们给我选拔出巴尔纳伯和扫路来 去行我叫他们要行的工作 他们遂禁食祈祷 给他们复了手 派他们走了 二人既被圣神派遣 遂下到瑟楼基亚 又从那里乘船往塞浦路斯 他们来到撒拉米 就在犹太人的会堂中 宣讲天主的圣道 还有若望做助手 他们走遍了全岛 直到帕佛 遇见一个犹太人 他是个术士 他是个术士 也是假先知 名叫巴尔耶稣 他常同塞尔爵宝路总督在一起 总督是个聪明人 他邀请了巴尔纳伯和扫路来 想听天主的圣道 但那术士厄驴马 这是他的希腊一名 却反对他们 想法颠覆总督的信心 扫路也即是宝路 充满了圣神 定睛望着他 说 你这满怀各种欺诈 和各种奸恶的人 魔鬼的儿子 一切正义的仇敌 你还不停止颠覆天主的正道吗 现今你看 上主的手要淋于你 你要变成一个瞎子 看不见太阳 直到一个时期 立刻昏黑和幽暗降在他身上 他就来回摸索 找寻领路的人 那时总督看见发生的事就信了 很惊讶主的道理 以后 宝路和同他一起的人 从帕佛乘船 来到庞菲利亚的培尔格 若望却离开他们 回了耶路撒冷 他们由培尔格 经过各处 到了匹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 安息日 他们进了会堂坐下 在朗诵法律和先知之后 会堂长派人问他们说 人人弟兄 你们若有什么劝勉民众的话 请说吧 宝路就站起来打手势说 诸位以色列人和敬畏天主的人 请听 以色列民族的天主 拣选了我们的祖先 当这百姓寄居埃及时 天主就举扬了他们 以大能的手臂 从那里领他们出来 大约四十年的功夫 在旷野中容忍了他们 灭了在克纳汉地方的七个民族以后 就把那地方分给他们作为基业 约有四百五十年 此后又给他们立了民长 直到撒末尔先知时代 从那时起 他们要求一位君王 天主就给他们立了 本亚民族人克氏的儿子撒乌尔 为王四十年 把他撤职以后 给他们立了达位为君王 天主为他作证说 我找到了叶瑟的儿子达位 他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 他要履行我的一切旨意 天主按照恩许 从他的后裔中 给以色列兴起了一位救主耶稣 若汉在他来临以前 先向全以色列民宣讲了悔改的洗礼 即使若汉将完成自己的任务时 说道 我不是你们所猜想的那位 但是 看 他在我以后要来 我不配借他脚上的鞋 诸位人人弟兄 亚巴郎的子孙 和你们敬畏天主的人 这救恩之道 正是给我们赐下的 因为耶路撒冷的居民 和他们的首领不认识他 也不明白美安息日 所诵读的先知的预言 就判决了他 而应验了这些预言 他们本来找不到一条死罪 却要求比拉多处死了他 论他所记载的 都成就了以后 就把他从木架上卸下 放在坟墓里 天主却是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 他多日显现给同他一起 从加里泪亚 往耶路撒冷去的人 这些人 就是现今在百姓前 给他作证的人 我们现今 也给你们报告喜讯 就是那 向祖先所应许的恩许 天主 已给我们 做他们子孙的完成了 叫耶稣复活了 就如在第二篇圣咏上 所记载的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了你 论到天主 使他从死者中复活了 使他不再归于腐朽 曾这样说过 我要赐给你们 许与达位的圣善忠实 为此 又在另一处说 你绝不让你的圣者 见到腐朽 达位固然在自己活着时 奉行了天主的旨意 但是他死了 也归到了自己祖先那里 且见到了腐朽 但天主 从死者中所复活的那位 却没有见到腐朽 所以 诸位人人弟兄 你们必须知道 就是借着这耶稣 给你们宣布了赦罪之恩 凡在一切你们凭霉色法律 不能诚意的事上 凭着他 凡信的人都可诚意 所以 你们要小心 不要叫先知书上说的话 来到你们身上 藐视的人啊 你们要看 要惊讶 要消失 因为在你们的日子 我做了一件事 即使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也必不信那件事 他们出去的时候 众人要求下一个安息日 再给他们讲这些事 会众散去以后 有许多犹太人 和皈依犹太教的前程人 随从了保禄和巴尔纳伯 二人同他们谈话 劝他们 勿要坚持天主的恩宠 下一个安息日 全程的人几乎都聚集了来 要听天主的圣道 犹太人一看见这么众多的人 就满心嫉妒 反对保禄所讲的 且加以辱骂 保禄和巴尔纳伯 却放胆地说 天主的圣道 本来先应讲给你们听 但因你们拒而不受 并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 看 我们就要转向外邦人 因为主如此命我们说 我以立你作为外邦人的光明 使你成为他们的救恩 直到地极 外邦人听了都很喜欢 赞美主的圣道 那些被预定获得永生的人 就都信了 主的圣道 遂传遍了那地方 犹太人却挑唆 敬畏天主的尊贵妇人 和城中的要人 发动迫害保禄和巴尔纳伯 把他们驱逐出境 二人就把脚上的尘土 向他们扶下 往伊科尼庸去了 门徒都充满喜乐和圣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